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福射堂Nikki 俗話說 官方一出手 變之有沒有 有些動畫矛起來玩梗玩CP 粉絲立刻就是沒有插足的餘地 沒錯 那今天就是要介紹 官方逼死同仁的系列動畫 來看看哪些動畫製作組比你還會玩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不要忘了要先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任何的新資訊囉 首先登場的就是SK8無線滑板 那這部應該算是2021年上半 就是最受矚目的動畫之一 除了出自於製作水準 絕對有保證的骨頭色之外呢 尤其是它的導演大家一定有聽過 它底下的作品呢 包含就是FREE還有BANANA FISH 這兩部動畫呢 我之前也都有介紹過 如果還沒有看過那些影片的小豆腐 可以回去補一下這兩部動畫囉 那本作的故事呢 就是以滑板為主要的題材 講述樂海滑板的高中生力 常常會去一個名為S的滑板競速比賽 某天呢他就帶著轉學生籃家 前往S的時候 身為滑板的初心者籃家 卻意外的捲入這場比賽當中 那這部官方超會玩的展現呢 就是在這兩個地方 第一就是競技滑板 告訴我為什麼我可以把滑板呢 玩得像跑跑卡丁車一樣 雖然是炫暴技沒有錯 但我時時刻刻呢就是在擔心 他們就是會不會水下山 就是那種我老母親的感覺 無限滑板就瞬間就變成無限滑島 半部就game over 全劇中 另外呢還有本作最大的亮點 就是我們的愛爆夢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他那個必殺技吧 就是每當他喊出love hug的時候呢 我就會翻白眼想說 怎麼會這麼的中二 而且那已經不算是滑板了吧 雖然吐槽會吐槽 但下一秒我還是會口弦體正直的 就盯著螢幕一樣說 啊 沒錯 無限滑板就是這麼的懸 就是會一邊吐槽 然後一邊又期待 就是官方又會玩什麼樣的新招 玩什麼樣的新梗 那還有第二個特點 就是官方彼此同仁 CP幫你配好好 那本作呢 總共就誕生了三隊超高人士的CP 兩位主角的莉跟蘭佳呢 就是其中之一 那蘭莉蘭呢 完美的體現 自古同籃出CP這個名言 蘭佳本身是一個沉默寡言 又暗設了弧線很長的人設 那莉呢 則是陽光開朗 但是又較為衝動的人設 儘管兩個人之間呢 沒有太過於手來腳台的情況 但是當來家的媽媽問他說 就是你是不是喜歡對方的時候呢 男家竟然就是默默回居 應該算是吧這樣子 只能說呢 這屆的官方真的是太會了 那順便默默的就是說一句 社長這隊吃的是 就是感覺又是一個逆主流的CP啊 另外第二隊呢 被官方清點的就是 稱回老夫老妻組的 喬茵CP 那茵呢 本身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書法家 就是暱稱是Cherry 長髮美人 滑板的時候呢 還會綁一個超高的馬尾 讓所有的馬尾控呢 瞬間是鼻血噴發 那虎吃狼呢 則是意大利產品的店長 暱稱呢 是喬 就是非常的愛泡妞的花心男 兩人呢 算是明著暗著都是放閃的 歡喜冤家 就是那種 雖然平時愛吵架 但是如果發生狀況 還是會立刻互助對方的關係 兩人呢 與愛爆夢三人就是 從高中就一起玩滑板 曾經是相當要好的 自由關係 那我在看這段回憶衣殺的時候呢 就是嚴重的懷疑 就是應有煩戀過愛爆夢吧 雖然這個答案就是 無從考證啊 也許是我想太多了 但我就是有這樣子的感覺 我應該不是一個人吧 對 那最後呢 就是我們的主婦女王中泉組 也就是中愛或是愛中CP了 雖然這一隊呢 增加了一些就是 家庭扭曲 還有階級制度的感覺 但是他們本質上呢 都是一個缺愛的人而已 就算就是愛之戒呢 一句愛爆夢 再怎麼樣陰沉 然後再怎麼樣變態 但是結尾呢 他對中說的那句 你這輩子都會是我的功 在我耳裡 聽起來就像跟求婚沒什麼兩樣 就是你一輩子 就只能鎖在我身邊的那種感覺了 然後一定要推一下的 就是本作的小寶貝 米亞 他的顏值實力都在線 而且是一個正態的小貓咪 每次出場的時候呢 都帶著這個天使光環 龍燈本作的第一謀 我想應該也有他的市場吧 因為畢竟有很多人喜歡這樣子 就是很正態口閒體 正直的傲嬌小貓咪 那另外我真的要特別的誇發 就是這部動畫的OP還有ED 曲風呢 都是我超級喜歡的那種風格感 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是 Sagase 去找吧 我把所有的寶藏都藏在那裡了 ONE PIECE 沒有啦 錯品了 就是呢 我們的官方非常的可愛 他們常常會在ED當中呢 設計了一些小彩蛋 然後寶藏讓大家去挖掘 幸好就是我在巴哈看的時候呢 彈幕就是大家會稍微的互相提醒一下 不然我就會露看那個 非常經典的祝福公主寶 對 只能說藏在11集的片尾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從何而言呢 我覺得無限滑板 雖然在劇情設計上面呢 不算是我的好球袋啦 因為就是很多很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不可否認 本作在音樂啊 還有動作上的畫面呈現 都在水準之上 也因此在上半年呢 獲得了相當 不錯的人氣度 而7月初呢 官方也同步的宣布 後續呢 將會推出動畫型座 還有舞台劇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們也喜歡 無限滑板的小豆腐 就可以開始期待起來啦 再來第二個要推薦的呢 就是K 那這系列呢 應該算是小豆腐 我們多年前的回憶了吧 除了動畫以外呢 還有衍生的 電影、小說還有漫畫 第一季的動畫呢 於2012年推出 第二季呢 則是在2015年開始推播 故事呢 是發生在一個 現代日本的架空世界當中 在這個世界當中呢 有7個王 其中呢 赤之王還有青之王呢 因為在追趕某事件的嫌疑人 所以造成雙方的團體呢 嚴重的對立 而這個嫌疑人呢 就是本作的主角 他完全對那件事情呢 沒有任何的記憶 但是在這個逃跑的過程中呢 他和名為夜刀神狗狼的少年相遇了 在那一刻開始呢 衣著的世界就瞬間產生了巨變 那K的官方給的福利呢 真的是算超級滿檔的 算是各樣的類型都有 要漏有漏 要激情有激情 甚至呢 還有就是白河的元素在當中 在美術的製作還有特效上啊 真的是潮到的出水 CP大亂盾的部分呢 也是不遑多浪啊 三大的配對呢 官方爸爸直接給你鎖死 就完全不用猶豫 客就對了 第一對呢 就是黑白CP 也就是依佐納色 還有夜刀神狗狼 那第二對呢 就是紅藍CP 也就是我們最萌的強強CP 就是周防尊 還有我們忠相理絲 那這對雖然就是 已經搶心比翼了啦 那第三對呢 也是本作鋪身最高的吧 也就是福建元鼻鼓 還有八田美笑 我記得就是當初 在追第一季的時候呢 認真的覺得 福建怎麼很像是國小生 就是那種 因為喜歡你就要欺負你的那種感覺 而且成天呢 還用吃汗的語氣 狂寒就是 Misaki 這樣子之類的 對 那這對呢 也算是充滿了 撫慧的相愛鄉下關係 原作的督導呢 也曾經說過 兩人就是超越性別般的 互相吸引 那有沒有一種 聽到就是覺得 眼淚都要流出來 很像的那種感覺 但是呢 在K系列當中呢 我覺得比起原作呢 就是周邊才是真的厲害 勾肩搭配呢 都只是小兒科 還有直接給那種 公主抱啊 衣衫不整啊 互相餵東西餵食啊 等等的 只能說給他一個 Respect 要玩真的還是 官方辦法會玩啊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K的粉絲們的藝男品 也就是 時數多多兩 雖然開頭呢 就領了大份的便當回家了 但是在劇情的回憶當中呢 存在感也是超級高的 尤其是那個彈吉他 唱歌的那個片段 不知道偷了多少顆的 少女星回家 那我記得也有當時 蠻多粉絲 客就是尊重多的 雖然呢 我自己也還蠻喜歡這個設定的 但是還是經不起那個 天能勇哥的 BECP的那種感覺 那小心這樣子還是受不了 所以還是默默的站回去 後來 CPR別的 當時第一季在播的時候呢 是在電視上播的 像福摩編他們啊 就是會每個禮拜 都守在電視機前面等待 身邊的福女們呢 那一陣子也是瘋狂的 就是在討論這一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跟我一樣的回憶呢 那最後一步 第三步要推薦的 官方BECP同仁的 就是 Uli on Ice 那這部其實在之前的影片呢 就有簡單介紹過了 還沒有看呢 可以點一下這部 我們去讀一下 故事主要以花式華冰為主宗 主角永利是一位 因為過於緊張 而連連比賽失利的日本青年 在賽季結束後呢 一邊考慮著移退 一邊回到了家鄉 而他模仿俄羅斯 就是維克托的影片意外的爆紅 因而受到維克托本人的關注 維克托甚至直接飛來日本 並且自願的擔任永利的教練 接著一起朝向國際的大賽 賣進的故事 而這部動畫的 永利跟維克托這兩位呢 尤利安艾茨絕對是官方逼死同仁的大佬啊 就像是第七集 就是直接撲倒勇吻 下慘了一片觀眾之外呢 第十集甚至直接在教堂面前交換戒指 我真的覺得他們應該 已經結婚了吧 而且後續呢 當他們兩個人的對戒呢 被發現的時候呢 官方爸爸居然安排 就是有利的好友在餐廳呢 開心地大喊說 各位我的志友結婚啦 呃全場就是掌聲響起 讓我們恭喜這對新婚的夫婦 但是呢 維克托不但沒有否認 還說這只是一個訂婚戒指 要等到永利呢 拿下金牌之後呢 才會結婚 我只能就是一邊噴著鼻血 然後一邊就是 以母校的請他們兩個人 立刻有洞房 那我自己覺得本作非常有愛的地方呢 是我原本以為 就是維克托只是 單純因為永利的影片而受到感動 但沒想到在第十集的時候呢 就有揭露 其實在前一年的宴會上 發生的王室 那時候呢 永利就是發瘋了 然後黏在維克托身上 求維克托呢 就是賽季結束之後 到日本當他的教練 下一秒呢 維克托的心臟就像被擊中一樣呢 就是臉紅通通 整個就是直白白的雙箭頭 雙向暗戀有沒有 這種關係 確認真的是非常的挫人心 在維克托呢 影響著永利的同時呢 其實永利本身呢 也有散發出那個獨特的魅力了 那時候呢 就有默默的吸引到維克托了 而負責動畫圓案的九寶美金郎老師呢 也有曾經在推特上說過 不管現實世界中的大家 是怎麼樣看待這部作品的 但是在這部作品世界當中呢 絕對不會因為喜歡上什麼人 而被他人歧視 在這部作品的世界中呢 絕對都會遵守這件事 就是大家人人平等 Love Peace的概念 這應該就是 Yulian Eyes所描繪的理想吧 那就像永利所說的 我希望維克托呢 就是維克托 愛的形式呢 有非常的多種 而他們呢 都有受到就是祝福的權利 但最後呢 還是必須要跟官方爸爸 許願一下我們劇場版的部分 2021年我還在等 希望明年呢 就可以順利的看到我們的雙Yuli 就是跟他們的CP放閃的故事 以上呢 這三部就是官方逼死同仁的系列動畫 雖然我看動漫的時候呢 很喜歡幫這些CP自主的湊度配對啦 但是呢 如果加上就是官方爸爸出手傻聊的話呢 我想就是那種 直接把糖就是 砸在你臉上 就是給我吃下去 吃下去的那種感覺 哦 只灌一個字 就是 雖啊 那不知道大家在入府宅圈之後呢 有沒有哪些作品呢 也是那種 官方超越你的期待 超級會玩的呢 別忘了可以在下方 一遍的留言跟我分享哦 那如果還有什麼想看的主題的話呢 也可以一遍的跟我說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要幫我按個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祝大家呢 暑假就是追翻 不快 我是Niki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 幫按個訂閱 字幕志願 可以選擇 有沒有 吃